大家好我是龍飛 那今天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個人對於XT112的預想分析 那首先也要感謝 所有的觀眾 和 訂閱的用戶 對於 上次 我在講到 國軍抗戰版 被擊穿一試 這個影片 大家給予支持和肯定 那首先感謝廣大的軍民夥伴踴躍投票 不管是在YouTube上 或是IG上 目前確定榮良立會 所以今年的將使用 XT112作為武器 在軍備局的研發編號中 插這個X 代表研發中的槍械 數字代表研發年份 所以這個XT112 目前 它的成品終究是個變數 那官方成於2009年台北航太展 公開發表的 XT97突擊步槍 在設計上以 比利時FN SCAR 突擊步槍為藍本 同時加上來自 HK MP5 衝鋒槍的設計理念 設計而成 因為這個XT它仍屬於 試驗型的突擊步槍 並無戰備部隊使用 後來又修改 精進 成為了這個 MSR突擊步槍 也就是XT105 那 2015年 軍備局 205廠開放參觀 限量版的 金色XT115步槍就曝光了 這個XT105 它叫 多用途 特種突擊步槍 主要的內容概述 給各位 可用於接戰距離近 應變時間短 戰鬥壓力高 及多目標 密集交火的城鎮 反恐 與特攻戰鬥中 XT105步槍 具備了多重雙側 操控機構 及 可調式槍托 也就是雙邊射選 跟可調槍托 能協助 克服地形 地物障礙 發揮 射擊精度 準度 及速度 還有達成作戰目標 我們從上述的這些敘述 可以很明顯的知道說 這把 都用 特種突擊步槍 他是針對特戰人員設計的 也確實有在特戰官兵手中亮相 陸軍規劃 自2024年起 推動國軍新型步槍 軍事投資建案 陸續 淘汰 泰幻國軍現役的T-1戰鬥步槍 以及後備部隊使用的65k2步槍 消息藝術肯定引發大家的不滿 明明T-1還潛在的 龐大的可能性 可塑性 況且部分的後備部隊 和後勤部隊 空軍的地面部隊 防砲 單位等等 都還在使用65k2呢 怎麼能說換槍就換槍 這筆開銷肯定有 貪污之嫌疑 這類說法層出不窮 要用上方的這個特種 突擊部槍來全面換裝國軍 怎麼想都是不可能 再來 何況海陸的步兵 和陸軍的特戰 近幾年也才剛拿到 戰術與鼓 跟後托 你要換槍未免也太操之過急了吧 而且 已經熟悉和熟練AR步槍使用方式的官兵 要再重新手裝新槍 既要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 還可能達不到預期的效果 特別是 針對 槍械訓練時間 短缺 缺乏專業上絕對自信的一般部隊 所以我認為 XT1U 多用途 特種突擊部槍 不等於 未來即將要全面換裝的 T1-12 XT1-12 再來我們回頭 觀察T5要使用上有什麼 潛在的致命缺陷 非得要以換槍的方式來解決 以下為我 個人服役使用的 經驗分析 第一個 固定式的準星座 還有 難拆卸的後沾孔 這影響什麼呢 影響如果未來配發光學的瞄具 準星將影響 瞄具的視野 也無法有效作為預備機瞄 所以解決方案是什麼呢 快拆的 折疊鐵瞄 前後都要進行這種 快拆折疊的方式 第二點 槍托 和托感是特規的 這點眾所周知吧 如果你是曾經有試圖想要改造 你們單位的T1-12的人 你就會發現說 外面的槍托都接不上去 因為 他的這個托感太肥了 那 未來如果要更換更舒適的槍托 或者是想無縫接軌市面上 各大廠牌的槍托 這個問題必須解決 再來第三個是握把的角度 握把角度過輕 當然這個角度其實是因人而異啦 有人喜歡垂直也有人喜歡斜 端看習慣 不過 國外有經過這個統計 就是握把 它在越接近垂直 當然不要太過垂直也不要太傾 越接近垂直的握持是最佳舒適的 而且 也更容易去掌握你的這個 板機護工或是你的保險等等的 對於射擊控制上是加分的 包含還有 你握把的材質 第四點是 原廠的後目雖然好握啦 但失去了裝載模組化配置的可能性 這是必換的 至於是M-Lock還是Keymod 目前都有單位在使用 海陸使用Keymod 特戰使用M-Lock 個人還是認為M-Lock 比較主流 能裝備的 選擇也更多 再來是提到 兩者其實存在的明顯優劣是 美國海軍水面站中心對這兩種 導軌的接口進行了 耐久性 精度 跌落和 斷裂強度 測試 該測試 並不是完全模擬實戰 使用狀況 更多考驗的是兩種 導軌接口 在極限條件下的表現 M-Lock在 瞄準點漂移 POA 跌落測試和 斷裂強度測試的 表現遠遠優於Keymod 當然相對的 市面上的配件也都會趨於 走向M-Lock使用的 再來第五點是槍管的長度 那就有人說 現在國外槍枝研究生產的主流都是希望槍管越短越好 因為這樣子能夠在CQC CQB的戰度當中 更加靈活 但我們今天考慮到 今天這個 XT-12或者是T-GO-1 他是為了我們一般部隊大部隊野戰單位所設計的 所以他 勢必要一定的火力 那當然 特戰單位的話 他們會有更多槍枝的選擇 但T-GO-12 我們的槍管 通常槍管越長 只要管內還有足夠火藥在燃燒 彈頭在槍塘內受膨脹氣體加速的時間就越長 出塘時的槍口出速就越高了 所以有效射程中端動能和集中目標時的破壞力就越大 所以槍管長有他的一定的這個精度 和他的破壞力傷害力的一個加成 同時因為更長的槍管中推進藥 要有更多時間來充分燃燒 槍口的音爆和噴焰也更小 射手感到的後座力也相對的會小一些 那你說 我們的特勤特戰單位 他需要更短的槍管 更小的槍身 去進行 面對這個CQB限制空間戰鬥 所以 我們剛才講到了嘛 那款XT-105 多用途的 特種突擊步槍 那一款就是專門為了特勤特戰單位 所研發設計的 再來還有槍管的長度啦 其實這點國軍絕對不會妥協 因為W隊要使出刺槍術啊 若槍管縮短 則無法接上刺刀 先不說 不是我要湊 而是因為 仍然保留此訓練和裝備 所以當然也必須留著這個最後的 燒手劍 那提到刺刀再來分享兩把特殊的國軍刺刀 這個你基本上在市面上已經買不到了 他是 原本要 配付給 國軍替過要戰鬥步槍使用的 多功能刺刀 那他是訪美軍M9 這是新式刺刀 那你現在看到的大部隊仍然在使用 6K2的刺刀 這把是訪M9的多功能刺刀 第二把則是訪美軍M10的 海軍陸戰隊格鬥刺刀 黑色的 也是給T勾腰使用的 所以T勾腰它的槍管長度 不僅是為了射擊 二方面也是為了 去保留這個刺刀 刺槍術這個技能 所以你看我的刺刀才可以 吻合的接上 如果今天槍管切短 像T勾腰CQC的一個形式 則會沒辦法接上刺刀 那像特種單位 他可能就要額外去學 另外的格鬥技能 比如說像以色列格鬥 手槍 的使用 還有 Muscle Strike 槍口打擊的技術 第6點 背帶結合點過少 像我們原裝的T勾腰 他只有 前面的背帶環 以及 槍托上的孔位 這兩個最中端以及最尾端的結合點方式 那特戰人員或有特殊任務需求的官兵 無法迅速更換適當的背帶結合方式 所以應該擴增 護墓前端 護墓後端 以及 脫桿 槍托 等部位的 背帶結合可能 甚至使用QD系統 像如果你要更換護墓的話 同時也可以在上面去安裝 這個QD孔位 像我這邊這個QD孔 是額外在做一個安裝的 那你也可以用閃繩 這樣子就多一個結合點 更換脫桿之後 你也可以順勢在後方 去弄一個 QD系統 QD座在這裡 那槍托 本身現在市面上大部分的槍托 他都會佩附這個 QD座 可以讓你去做使用 QD的好處就是可以迅速的 去切換這個背帶的結合點 像我後方 槍托也是使用閃繩 因為閃繩 他在作戰中 他可以達到 降噪的這個效益 那當然 我們更換了 背帶結合點之後 勢必也會更換槍背帶 我們目前國軍還是使用三點次 非常複雜 非常難用 那 未來的趨勢 將會以這個主流的 多功能可調式 雙點槍背帶為主 所以 呼籲國軍也盡快跟上 再來是依據 維基百科所同整的 TQ1衍生型資料來看 2013年公開了 TQ1 CQC戰鬥步槍 那後來國安局展示了 TQ1增強型戰鬥步槍 也就是 TQ1S 2017年有媒體採訪得知 TQ1 K1 而TQ1 K3 仍在開發中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開發出了 多邊型 光塘槍管 號稱能夠將 一半步槍 射擊精度提升到 準確射手水準 射擊精度提高2.5倍 槍管壽命 則可以提升到2倍以上 唯一這個序號裝 我們看到 缺少了 TQ1 K2之型號 所以我是預測啦 這個未來的 XT112 他有機會是 TQ1的 改進型 增強型 要嘛是TQ1 K2 或者是 把這個K3完成 做一個 足級換裝 給一般單位 那根據網力換裝順序 優先會換裝給像 憲兵海巡 海陸 特戰 機部 還有裝甲旅等等的 然後再逐步換裝給其他單位 當然以上的順序 他其實主要還是會先配發給 實兵實裝的單位 像憲兵就是一個最高機率的 還有海陸的話 他不是全軍都有 他是只有給陸戰隊的步兵使用 那像美軍過去也有相似的升級做法 美軍特種作戰司令部針對M4的缺陷進行了一系列改進 1992年5月15號 正式提出了這個特種作戰特別改進型 Submod 計劃 將M4 步槍更換上機匣 以及短槍管 衍生了 M4 CQBR 近戰步槍 也就是大家後來所熟知的 Mk18 Mod0 Mod1 以及生存玩家經常使用的這個 URGI 改進型上機匣組等等的 那以上 是我個人的經驗 以及 資料上 來統計所做出的 判斷 至於投票結果 當然 XT112 預想型 仍存在保留空間 端看今年9月中的台北航太展 軍備局會如何做最終的釋出 預計今年 10月 我會做委託 那結果是這個 Fontscar的 或是TQR的 進化版 大家拭目以待 好 那這是這次的影片 感謝我的賞 我們下次再見 Fontscar的 Fontscar的 Fontscar的